小鹿不需要买门票 我看到这四个学生 仪容不端正 说话很粗鲁 我看了之后很感叹 可惜没有受过教育 我这个话被他听见了 这四个人转过头来就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说我们没受过教育 我说是 我是很感叹你们没受过教育 他就告诉我 他们四个是台湾大学 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 我说你们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那我都小看你了 我说好吧 那我就向你请教了 教是什么意思 欲是什么意思 教育是什么意思 这讲不出来 三个问题 把他问倒 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 没有受过 他就非常惊讶 我说你会吃饭吗 吃饭什么会啊 我说可不简单 我说我端四个菜给你 这四个菜有阴阳五行的 你懂得哪个菜放在哪个房位吗 真的他没受过 理机里出的 阅令里面讲的 最后那个时候学生还不错 你真说的时候他福 他说那我们现在受的这个教育 算什么呢 我说如果是明识相符的话呢 不能叫大学 叫什么高等知识传习所 这个明识相符 你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授 这个高等知识的传授 教育是一窍不通 他们服啊 现在学生不行了 现在学生不服啊 不受教啊 教这个字 上心下笑 你上面怎么做 底下跟着学 这是教啊 鱼 这中国说文节字上都有解释的 什么叫做鱼 就是掌善也 试试你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帮助你改正过来 要天天增长你的善心 善心 这是鱼 他哪里会懂啊 很多搞教育的人都不懂 找不找头了 教育 老师要以身作则 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 那是教 不是在文字上啊 文字是工具 是辅导啊 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所以在家庭里面 父母对儿女要教啊 服侍儿女的榜样 那我们中国人常讲 上梁不正下梁外 上梁是上一代 儿女是下一代 上一代的隐形举止不端 小孩从小就学会了 他将来比你做得更过分 所以上面这个榜样 要端正 要好 底下才有好学生 才有好儿女 那么在团体里面 我刚才讲过 你要懂得军心思这个意思 公司行好的老板 你的公司能不能先 兴旺 老板断不断阵 老板要是阵 员工哪有不阵的 他不阵呢 他就待不下去 老板要是不阵 员工就不可能有一个是阵 为什么呢 他要是端正 他待不下去 必须同流活物啊 不愿意同流活物 他自然就辞职走了 这就是 我以内居 人以群分 善人总是愿意跟善人一起 不善的人总是愿意跟不善的人在一起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想想 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 知会一处 我这个心情都不善 能去得了吗 到那边去 看看人家那么多人 个个都是善人 自己的不好意思 赶快回来吧 实际上 不必你回来 阿弥陀佛很清楚 看到你不够标准 不会来接你 道理在此地 阿弥陀佛教导我们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基本的条件 观无量寿佛经上 世尊教导 维提西夫人 那就是教我们大众的 你看维提西夫人 求生进度 佛每个的讲方法之前 先教他 修经业三福 这是基础 我们 进宗学会 成立之后 在修行 行门上 我们定了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就是 经业三福 三福第一条 第一句话 笑杨凤 凤死司长 痴心不杀 修十三页 第一条